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刚才大家听到的呢 是我们这一个奥特基地 哥莫拉形态的这个叫声 哈哈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好不好 哇听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可怕是吧 那这是我们的奥特弹基地 那这次又给大家带的玩具呢 是这个奥特弹基地 还有我们的一些奥特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又给大家带的奥特弹都有哪一些 那在这个奥特弹基地里面啊 陈子哥哥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个奥特弹呢 分别都有以下这些 首先啊是位于我们这个奥特基地 左手边的这一个亡灵怪兽西波斯 哈哈是我们的西波斯奥特弹 接着呀是位于我们奥特弹基地 右手边的这一个胶囊怪兽 乌云达姆 然后啊是现在正在这个荡秋千的 这个我们的石油怪兽 接着呢还要给大家介绍 这一个全身布满了 这一个铠甲的这一个怪兽恐龙战车 最后又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个 我们非常非常邪恶的暗黑奥特弹 这是我们的黑暗魔神 埃及鲁尔 好那这些呢就是陈子哥哥今天又给大家带来的奥特弹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的亡灵怪兽西波斯 哈哈他正从我们的奥特弹基地的左手 出发来到了大家的面前 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亡灵怪兽西波斯 接着让我们来把它变形一下 然后是尾巴 变形完成 那这就是我们的亡灵怪兽西波斯的形态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怎么样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留言哦 然后我们把它放回去 接下来第二个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胶囊怪兽 乌云达姆 那乌云达姆的武器呢 是他的头部的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全身布满了银式盔甲的这个乌云达姆 好让我们把它也变一下形 好 乌云达姆变形完成 这是我们战利型的一个怪兽 然后让我们把它放回去 变回奥特弹的形态 那你们更喜欢西波斯还是喜欢乌云达姆呢 然后啊 又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长相长得非常奇特的石油怪兽 让我们来看一下 修怪兽长得非常锋利的鸟牙 那一样的 让我们把它变一下形吧 首先是手部 然后是它的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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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它合上 然后这个是它的尾巴 那这个就是它变形完之后的一个形态 哈哈你们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长相长得非常奇特呢 好让我们把它变回去 好让我们的石油怪兽变形完成 哈哈哈哈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恐龙战车 我们来看一下 恐龙战车啊 它身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铠甲 然后这是它的坦克 坦克的部分 首先让我们来把坦克的部分打开 然后是把它 然后是把它 这里张开 然后是它的尾巴 然后是它的尾巴 这是它的尾巴哦 然后是它的头部 看一下 这是恐龙战车的头部 然后这是它的手 那整体变形完之后的感觉是这样子 哈哈 那这是我们的恐龙战车 然后啊它底下还有轮子 可以走动哦 好那这是我们的恐龙战车 好那这是我们的恐龙战车 让我们把它变回去 变回去的步骤啊 也是按照相反的顺序 首先把它的尾巴 给折叠回去 给折叠回去 然后再把它的头部 往回收 然后接着是它的手部 然后是坦克的部分 变形完成 好那接下来啊 又给大家介绍的是最后一个 这是我们的暗黑陆基艾尔 哈哈 让我们来仔细的瞧一瞧它 那我们看 首先是它的头部 血红的眼睛是吧 然后它的这一个地方两个脚 全身黑色的奥特达 你们见过没有 哈哈 那这是我们的黑暗魔神埃基路尔 那让我们来把它变一下形 好不好 这个呢也是战利型的奥特达 首先是它的脚 然后是它的手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哦 这是它的弧间 那除此之外啊 还有一个非常细节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把这个胸罩 弄下去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展开哦 那这就是我们的黑暗魔神鲁吉艾尔 来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邪恶是吧 那好 让我们把它变回去 变回去的步骤呢 也很简单 就是把它的这个腿部 往上 放回去 然后把它的手 收回 那这就是我们的 暗黑鲁吉艾尔 那它的头部呢 也要收回去哦 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的暗黑鲁吉艾尔 变形完成 是吧 哈哈 那今天又给大家 带来的这五个奥特达 大家都喜不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告诉我哦 如果你们还希望 橙子哥哥想做一些什么玩具的视频 也记得告诉我 在下面的评论给我留言 哈哈 那还有更多的奥特曼玩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